运动之后一身汗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马上想去洗个澡 打住啊 运动之后不能马上洗澡 热水澡冷水澡都不行 我们知道运动会让我们的心率加快 血流速度增加 这个时候你刚刚结束完锻炼 就来一个热水澡 我们的血液就会更多的流进皮肤里 肌肉里 就容易出现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 继而会出现头鹰眼花 心慌气短 全身无力 甚至眼前一黑的状况 那如果这时候你去洗冷水澡 那皮肤受到低温刺激 毛细血管就会收缩 本来张开散热的皮肤毛孔 就会骤然的关闭 你身体里积蓄的热量 就非常难通过排汗这种方式来消散 那身体体温调节功能 久而久之就会失调 就特别容易造成我们抵抗力下降 受凉感冒等等情况的发生 所以在这建议您 运动后不要立马洗澡 先休息30分钟 温水澡最好 我是宣武医院康复科杨小龙 大一小事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